有三符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看到这些祖师法语 真羡慕 怎么讲 都是圆满的 可以长讲 可以短讲 为什么 他真心讲出来 哪怕一句话 就含一切净了 我们看看夏老子一句话 他说 凡是念佛处事 都要用第一念 勿用第二念 因为第二念就有分别执着 所以我们修行 不管是念佛还是做事情 都是念不分别不执着 要用真心 念佛 念佛时 接下来这十六个字很重要 我们别把修行搞得太复杂 一切莫管 就是念佛的时候 万元放下 一念单体 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实 老实念去 所以念佛复不复杂 不念不复杂 这十六个字 就一个字一句 念清楚 听清楚 这个就是第一念 或经照普度 在念佛的时候 还要装一个 让人家看起来 我很庄严 这个是装个样子 这个身心不放松 照就是急照 越念心反而急起来 普度 在那里想 我还要念多久 才能一心不乱 在那里想事情 或 这个 寄功求述 你急于求成 所以我们好多同学都说 我明年要安稳一点 稳重一点 不能急照 不急照在那里念 在念佛的时候 在做一切事的时候 在一切严动的时候 都要提醒自己 不能急照 或 背静向心 就连一个念头说 我不要 着在外面 向我的内心 连这些念头都不要急 这个是 夏老 的指导 处事当中 夏老说的 处事时 扩然而大功 大功不是 勿来而顺应 事已过勿留置 事情已经办过了 不要放在心上 事未至勿将影 事情还没来 不要去担忧 害怕它 坦坦荡荡 见空横平 第一念 我们学佛就是 舍事用根 转事成智 什么时候 在转事成智 在一切做事的时候 面对一切静的时候 不要用第二念 就是不要用分别执着 那什么时候会分别执着 夏老说的 或计较忍我 我们有人我是非的念头了 就不是用第一念了 或瞻顾得失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里面有得失心了 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了 或基于意气 或迁于感情 这个都是用第二念的 我们看这一句法语 有没有含我们一切境界了 何处是道场 处处都是道场 所以我们再经 不再多 每一句法语 都能够让我们的境界 向上提升 好 我们新的一年 选一句法语 好好落实三个月 还有定一个功课 每天念一万声佛号 黄念老说 不念一万 不叫念 因为我们一天 不念一万 我们的妄想会很多 当然 假如你习惯念慢的 比方说同修的念 阿 米 佛 佛 他假如念那么慢 我一说念一万 他回去睡不着觉 我念一万是 impossible的事情 所以大家 依义不依语 那四一法 重不重要 念一万的意思是什么 佛号要比妄念多 不然根本扶不住他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及结业之所 其实说实在的 修行人就是要下大决心 你决心一下 人有志心求道 精进不止 会当刻骨 何愿不得 念一万不难 陈德 也是 去年下半年 下了这个决心 现在慢慢觉得 一万不难 结果 除夕夜 过几分钟 就 Happy New Year 刚好跟 北美的同修拜年 我说 我请人家念一万 我得念两万 所以昨天大年初一 有达成任务 真的是看你有没有心 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我们 这个兔年 牢上属兔的 会有牢上的加持 我们得发愿 具体来 下功夫 不然 一年一年再过 很快 自己觉得 从事教学 是自己 人生 最大的一个幸福 因为教学 可以相长 因为教学 自己讲出去的话 说不回来 陈德第一年 带班 三十五个学生 我给他们讲 弟子归 我给你